大家好 我是Joeman 那最近呢 麥當勞推出了一個全新的五骨雞排 那我這次呢 特地的買了這個五骨雞排 要來測試一下說 到底吃起來怎麼樣 五骨雞腿 那就是它的這個包裝 五骨雞腿排 其實剛拿到的時候呢 有一點失望 因為它的大小比想像中小喔 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長的是這個樣子 那後來我想一想 覺得也合理 因為它是五骨的嘛 所以它其實把骨頭的地方都去掉 只有肉的部分 那麥當勞的定價是單點要55塊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第二位主角 派克的這個脆皮雞排 派克的脆皮雞排 它當然整個大小就比較大了 因為它本身是帶有骨頭在裡面的 給大家比較一下大小 這個基本上大概是有兩倍大小的一個差距 我還買了第三家的這個雞排 這個是在新莊蠻有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它是流氓雞排 它在新莊相當相當有名 流氓雞排 派克雞排 最後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們的麥當勞的五骨雞腿排 我們要吃囉 麥當勞的 麥當勞的 給它吃一塊 其實不難吃 但是它吃起來感覺跟傳統的雞排 不太像 因為它很嫩 所以它的整個嚼勁是不太有嚼勁 它所裹的皮其實也沒有到很厚 也沒有到很厚 所以直接吃下去整塊都是肉 給我的感覺其實就像是早餐店 你會點的那種 無骨雞腿 無那個雞腿漢堡 整塊肉拿出來一樣 所以其實給我吃起來感覺 不是那麼像傳統的雞排 那我這邊來試試看 傳統的這種鹽酥雞湯味會賣的 這個是流氓雞排 我們來吃一下流氓雞排 那我們直接吃它肉最多的 肉最多的部分 試試看肉最多的部分 蠻好吃的 這個也蠻好吃的 而且這個就是傳統的 傳統我們台灣人所熟知雞排的味道 傳統的雞排 它除了原本雞排該有的風味之外 胡椒粉的味道其實是蠻重的 而且我這次三個都沒有加辣 如果是傳統的話很多人會加辣 它就是胡椒粉跟辣味會很重 那它的皮質相對是比較厚的 它整個吃下去是扎實的感覺 是比麥當勞來的好的 好了各位 最後呢我們要試一下的是 這個我們的派克脆皮雞排 我直接咬一口給大家看 然後你聽到那個聲音 那個很扎實的那個皮脆脆的聲音 派克脆雞排的皮呢 它又跟其他鹽酥雞的皮不一樣 它的整個皮是比較脆的 那吃起來胡椒粉的味道也蠻重的 但是我覺得它在肉質上面的部分 並沒有流氓雞排來的鮮嫩 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是麥克脆雞排的皮 然後裡面的肉 那相較之下我覺得 流氓雞排它所給的肉質是比較這個 比較好的 吃起來是比較有味道 那派克脆雞排也是偏甜 以雞排的餅皮來說 我講派克脆雞排是第一名 但是以肉質來說 我會比較喜歡 麥當勞跟流氓雞排的 那綜合來說 我是最喜歡流氓雞排的 那給它評分吧 流氓雞排我給它8分 派克脆雞排我給它7分 這一次麥當勞的五股雞腿排 我給它6.5分 6.5分 就是 還可以吃啦 但是不是令人很驚訝很驚喜 它不像之前 麥當勞所推出的那個 熏菇牛肉堡 那個就很棒 我這邊再次強烈呼籲 麥當勞拜託 把熏菇牛肉堡做成長期的菜單 拜託 這個五股雞腿排 就三個月過後 就讓它默默的消失吧 好啦 以上是我這一次的雞排開箱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 這個美食的開箱節目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按一個喜歡 記得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